欢迎来小生寺,我是齐奥 你认为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宗教里面 谁是最高的这个花式人 你觉得是君王吗? 你觉得是最高元首吗? 哈迪阿旺可能不这么认为 他今天就法文表示呢 说这个联邦宪法乃是殖民时期的遗风 殖民时期的这个产物 他还反过来促请这个君王跟法官呢 叫他们要追随阿拉 我听到这一遍呢 假设我不知道马来西亚 我还以为呢 这个杜古鲁 这个哈迪阿旺呢 他应该就是马来西亚宗教的 最高定义权的那个人 很明显的 这句话其实就是 暗地里要反抗雪州苏丹的这个预理 前不久呢 雪州苏丹其实已经明确的表示 叫大家要尊重联邦宪法 所有那些法官的判决 对于聂伊林的这个案件呢 大家尊重这个判决 假设你要上诉 假设你希望要修宪 那是过后的事情 但是不要再引起其他的事端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伊斯兰党里面的这个 三苏利 他也是出来要洗白嘛 他讲我们伊斯兰党呢 其实一直都是尊重这个联邦法官的 都是尊重这个判决 我们正面的看待 你也不看看你的老大 哈迪阿旺 一向来持什么样的态度 之前就讲说呢 法官是比较吸尼 讲他们昏庸 在今天也依然的不改口风 而我接下来讲的这段 我觉得会非常的重了 你听他讲什么东西啊 他讲说呢 殖民时期定下的联邦宪法 其实仍然在殖民 马来西亚的人民 OK 他们其实欺骗了穆斯林 而目的就是要拒绝付权给穆斯林 OK 他还引述了可兰金的经文呢 促请穆斯林包括法官律师议员跟君王 都请你们跟从可兰金 所以呢 哈迪阿旺跟我们是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在我们的这个眼里呢 联邦宪法就是最高的那一个法律 就是不能够被随便修改的一个法律 都必须要准从 但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 在哈迪阿旺的眼里呢 可兰金中过一切 可兰金是在联邦宪法之上的 OK 所以你看了这样事情 其实你再反过来想一下呢 你就会认为他讲的东西是一拍虎眼 OK 什么东西叫做联邦宪法 现在呢 是欺骗穆斯林 OK 是其实呢 要拒绝付权给这个穆斯林 他现在呢 已经把那个假想敌 从简单的非穆斯林 上升到联邦宪法了 OK 之前他一直讲说 是非穆斯林拿走穆斯林的这个权益 现在不是 现在联邦宪法拿了穆斯林的权益 假设他之前可以制造 穆斯林对于非穆斯林的敌意 那是不是现在呢 他也可以同样制造 穆斯林对于联邦宪法 还有所有联邦宪法底下 所有产物的那种敌意呢 所以阿迪阿旺所鼓出的这个主意 假设能够吸引一批追随者呢 他可能就要往另一个地方去建国了 要不然呢 马来西亚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OK 首先我完全不赞同他的这个说法 而且我觉得是矛盾的 你要知道呢 虽然讲说呢 我们国家的这个联邦宪法 是参考这个英国的西民制度 不只是联邦宪法啦 我们整套民主的系统 其实都是从那边遗留下来的 但是其实两者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那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在于 我们是有一个宗教 一个官方很重要的宗教 就是伊斯兰教 而这个东西 马来西亚把这个伊斯兰教 刻为我们的官方宗教 这个事情是写在联邦宪法里面的 所以请问联邦宪法 是在保护着穆斯林 保护着伊斯兰教 还是在侵害着伊斯兰教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啦 联邦宪法第153条文 也是确保着 我们这个土著的这个优先权力 而很多的土著 其实也就是穆斯林嘛 那请问的 如果你觉得联邦宪法 不需要看 随时要改就改 联邦宪法 其实都在侵害着大家的权力 那其实这一条东西 在他的眼里 难道也在侵害权力吗 还是这条东西也要改吗 所以其实是双重标准来的 你不能讲说呢 有一部分联邦宪法呢 你感觉你不满意 你就改 那其他的东西呢 保障穆斯林的事情 你完全不谈嘛 这就是这怎样事情 我认为最吊诡的一个地方了 OK 所以聊到了这边呢 你就会理解到 哈蒂阿旺完全已经不把苏丹 也不把最高元首的事情 放在眼里了 在他的认知里面呢 只要他定义的可兰经里面 鼓吹的事情 就是他的真理 就是他或者是他的政党 还是他希望他的支持者 能够实行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也因此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就讲说呢 之前那一页上诉 讲说要判这个 华诞小违宪的这个案件呢 法院连上诉的权利都不给他们 今天直接驳回去 也就是呢 维持高庭的判决 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呢 带上上诉庭 在我们的眼里 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因为联邦宪法就已经保障了 我们可以有实行自己母语教育的这个权利 你会看到有一群人 像哈蒂阿旺这群人呢 他死死的紧咬不放 为什么呢 OK 因为他理解世界运作的方法 他理解马来西亚运作的方法 跟我们不同 简单讲就是脑回路是不同的 在他的眼里呢 其实这些都是这个 连这个殷殖民时期呢 赋予我们这些非穆斯林的权利 而这个东西就是侵害穆斯林的权利的 所以在他的眼里呢 可能这一条宪法也应该要得到修改 所以你讲说你能够不怕伊斯兰党 你能够不怕国盟吗 我坦白讲 我认为我已经是相对开放的 昨天呢 桑苏利讲的那些东西 我愿意去看 而且我讲了 如果他们从此时此刻呢 能够真正的履行他们讲的 比方讲 你想要多认识多远路学校 你去多多了解 你去肯定多远路学校 我愿意改观 你讲说呢 你不要限制服装 你讲说这个开万字的东西 可能呢可以商量 没问题 你做出来的话 我就愿意相信你 但是 只要是哈迪阿旺 还同顶着的伊斯兰党 那我就认为 根本就不能够让我放下心 这样子一个思想 这样子一个反联邦宪法的人呢 拥有着全马最大的一个政党 最多议席的一个政党 这样的人上到了这个台上 去到了布城 他真的要发动任何的这种修宪案 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所以不管是这些 下面的桑苏利 桑苏西 他们讲什么东西都好 我都认为他们应该要好好的 先劝一劝哈迪阿旺 这个长老 因为这个长老讲的 所有一切就代表 伊斯兰党要讲的东西 毕竟没有人敢反对他 所以不管是 可能刘华才去帮他讲话 这个桑苏利去讲话 都好 最后一个课题就是 你能不能说服哈迪阿旺 这个人改观 假设你不能说服哈迪阿旺的话 他一声令下 你有办法跟他对着干嘛 这一段东西解决不了的话 我始终认为伊斯兰党是最危险的一个政党 并不是讲说 我要特地去抹黑他 是现在他所呈现出来的整个话风 根本就是违反整个马来西亚精神 跟联邦精神的 甚至现在 连王室他都可能没有放在眼里 苏丹都讲了 他还是硬硬讲说了 法官就是混用 联邦宪法就是因殖民事役的这个产物 这样的人 你要怎样投得下去呢 我也实在是觉得非常遗憾 是我也希望马来西亚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了 OK 不要只是一个选择 我们希望有两三个选择 那都好我们可以做制衡 其他政党会怕 但是伊斯兰党这样子的做法 真的就是把非穆斯林推向团结政府而已了 所以这期跟大家聊到这边 我认为这一个人真的是多多小心 我们下期见 拜拜